大马的航空班机在降入大马国境前特别提醒乘客 我国的法律如何严厉制裁半毒 然而国内的毒品贩滥并没有因此受限 反而扩大需求 根据国家贩毒机构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 全国有14个地区属于吸毒黑区 其中玻璃市家秧最为严重 超过10%的人口是吸毒者 根据一部资料显示 大马已经从毒品转运战变成软性毒品出产国 轰动全国的槟城一家四口的悲剧惨案 罪魁祸首正是荼毒身心的毒品 我国法律在严厉 甚至死刑都无法制止时 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呢 7月20号晚上10点钟 百歌时事大家讲 邀请重要来宾对谈 大马毒品之害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